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临床评估主要会包含四个问题 第一个 了解您哪些动作会感到不舒服 例如上下楼梯 蹲柜 走路 或者搬运重物时 会不会感到疼痛 第二个 确认您疼痛的位置在哪里 像是膝盖内侧 外侧 前侧 或者整个膝盖都疼痛等等 第三个 评估您的年纪 第四个 了解您日常生活需求度的高低 综合以上 如果病患为中壮年人 活动度需求高 并且只有膝盖内侧疼痛 那么可能就会适合高位颈骨结骨手术 那还需要搭配后续的理学检查 以及影像学检查进一步做确认 理学检查一般包含的膝盖外观 还有膝盖稳定度的检查 在膝盖外观部分 我们一时会观察您有没有明显的O型腿或X型腿 以及是否有肿胀或红热的情形 而膝盖稳定度部分 我们会确认您的前后十字韧带 内外侧韧带 半月板和病骨软骨是否有疼痛或受伤 影像学检查包含的X光片 断层扫描以及核磁共振 首先X光片会需要拍摄两种角度 第一种是站立膝关节X光片 可以用来评估您膝关节磨损的位置与程度 第二种则是双侧下肢X光片 主要是评估您重力线偏移的位置 以及观察您的骨骨或颈骨是否有变形的情形 接着是下肢断层扫描 而做这项检查最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让电脑软体可以进行3D影像重组 我们透过断层扫描 可以绘制出颈骨的立体结构 接着利用特殊软体来进行数前规划 以及重力线变化预测 最后再用3D列印机做出客制化导引板 来辅助我们医生在手术切割骨头 计算矫正角度时能够减少误差 达到精准医疗 但3D客制化导引板绝非必要 一般如果在手术前有经过完善的评估 找到正确适应症的病患 以及有良好的术前规划 也能够达到手术的目标 最后是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主要是评估软组织的情形 假如在之前的临床评估或理学检查 或已有前后实际韧带 软骨 半月板或滑膜发炎等问题 都可以藉由核磁共振来做确认 而因为高位颈骨结骨手术是膝关节外的处置 所以关节内的软组织有问题 我们同时会诊运动医学的医师 用膝关节静的方式进行必要的治疗手术 提高整体手术的满意度 总结而言 高位颈骨结骨手术前的评估 主要涵盖 病床评估、理学检查及影像学检查三大类 透过这些完善的术前评估与检查 才能够提升手术的成功率 以及手术后的满意程度 我是台北龙腫关节重肩科 林玉宽医师 祝您健康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